古偶剧最重要的是什么,一定要美,长情美,不画到美,一众主演配角更要有让人过目不忘的清诚之姿,否则,剧情再精彩也给人看现代剧,生活剧的感觉,缺少了那种鲜月飘飘,美轮美奂的观感,肖战的古装真是绝色,剧照中的他,衣服上绣着雍容典雅的寒威花,高冷静欲,飘然若鲜,坐在肖战的古装真是绝色,剧照中的他,衣服上绣着雍容典雅的寒威花,高冷静欲,飘然若鲜,坐在肖战的 身旁的女主,颜值可以说很路人,但这样的组合,给人以莫名的新鲜感,韩剧中很多也是帅男仆女的组合,看后不仅毫无违和感,反而很能打动人心,而原著中,女主也不是四眼八荒第一美女的人设,吸引时影的,是她身上那种纯真浪漫,温柔可人,而且女主胜在年龄小,有灵动感和少女感,豆蔻烧头二月初,在高超的演技也演不出小鸟依人,给人如沐春风之感的少女, 真正的少女,恰恰是没有一点脚柔躁作,趋一逢迎的痕迹,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标示,有一条评论很有趣,有种古灵精怪的小徒弟,以为拜了超级厉害的师傅可以坐享清福了,结果变成自己要照顾不安适适的师傅的感觉,这组合好萌啊,如果有这样的设定,确实很新鲜,看原著中,时影有担当,有作为,目存山河,胸有秋鹤,但女主也不是适适依附于她, 凡是没有一点主见的女子,肖战的古装造型和扮相,就是这部剧最大的亮点,看到发剧照的博文下面,网友都迫不及待,想看到正片了,很多人对仙侠剧,古偶剧,其实幸违索然,但冲着肖战的颜值和演技,对这部剧也充满了兴趣,尤其虐恋的设定很带感,女主在痛失所爱后才看懂自己的内心,用星魂血世复活了时影,时影重获新生后登上地位,造福苍生, 后卫女主放弃地位,只为协议人摆手不相离,肖战接受采访时说,自己拍戏时会一直站着,不让自己的一态懈怠下来,每一部剧都倾尽心力去演绎,肖战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期待,肖战抄话